好 各位大家好 就去到2019年E1的A題 這條題目就是問E1第四課裡面 新值系統裡面的激數協調 其實如果你問我 這條題目因為過去三年都沒有問過這個課題 所以2019年大部分的同學應該會貼這個課題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答題的情況 大家都可以的 不過可能有小部分同學留意一件事 真的要看清楚那條題目是問什麼的 因為很多時候看到答題的時候 看到那些考生其實問非所答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呢 原因是因為真的要看清楚那條題目 別人在問哪一處 其實整條題目就是顯示他想探究一下 FSH和LH之間的互相關係 其實你自己也會讀過 其實FSH和LH 其實如果你在圖表裡面 其實就會有淨反規和負反規 positive feedback和negative feedback 當中大家要留意什麼呢 看清楚一幅圖別人在說哪一部分 如果你讀這個課題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那四種激素上上落落 以及那個卵巢和子宮內膜裡面的變化 你一定是在腦海裡面的 如果你不在腦海裡面的話 這條題目是不需要回答的 也都回答不好的 OK 留意這裡 好了 看看這條題目了 其實他就問你首先第一件事 他問你題目問得很清晰的 就是問你卵巢裡面發生的情況 建基於在這個卵巢發生於的情況之下 叫你去評論一下 可能是在第一週期的哪一天 24日至到第三天 或者去到第二週期的話 他就說第五日到第十一日的情況之下 那個刺激素的水平變化 是針對那個卵巢發生的事情 所以其實問得很清晰的 這四分裡面是代代平穩的 就是24日至到第三天發生什麼事呢 卵巢的黃體就會退化 那黃體如果退化的話 那就是告訴你 黃體就不能夠分泌那個刺激素 所以去到後期的產量就會下降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很直接的 就是你看到問那條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題目別人問你水平有什麼變化 記得回答清楚有什麼變化 然後題目叫你解釋 所以你就解釋一下卵巢的活動 究竟情況是怎樣 那麼落到這裡就是頭的兩分 那麼第二部分就是 第二週期裡面 第五日至第十一日發生什麼事 就是什麼的卵巢 這個卵巢裡面的卵泡就開始成熟 記住 開始成熟 其實你的腦海裡面 你是拿著那幅圖出來的 一開始的時候 FSH放出來 是因為那個刺激的卵泡發育 以及開始成熟 開始成熟的時候 它就會分泌刺激素 所以水平就會上升 觀察到什麼 然後回答解釋 這個就是頭的四分裡面 掌握的要點 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那條題目 是問分你針對卵巢的活動 是問得很清晰的 好了 那麼去到第二題了 第二題那四分 其實你看看就開始見高低了 為什麼同學可以拿滿分 也有一些考生裡面 微如理想的表現 參考圖A和圖B裡面 圖A和圖B的分別在哪裡 分別其實就是去到下面 五天注射刺激素的情況之下 要你去推斷刺激素和FSH的效應 推斷的話 這裡是要針對實驗結果的 這裡是針對結果的 所以其實當你去做一些推斷的題目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結果 令到你推斷 你應該這樣想的 好了 首先 它問得很清晰 參考圖A和圖B 所以第一分在哪裡 第一分就是你圖A看到什麼 你圖A看到 刺激素是下降的同時 FSH是上升的 這個是你觀察到的結果 好了 圖B你看到什麼 圖B在第三階段 同一個Pure of Time裡面 即是現在的黃色螢光不惡 我降低那個階段裡面 因為其實那個Treatment 那個Treatment在哪時候做的 在第三階段 第三周期裡面做的 所以當你去注射這個刺激素的時候 FSH我們形容你見到是維持這個水平 還要是低於水平 那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去到第四階段又如何呢 去到第四階段如果停止了注射的刺激素的話 FSH就會上升 FSH再次上升 其實就是反映什麼事實呢 反映的事實就是 其實刺激素 其實就會抑制FSH的生產和分泌 你看到這一條是一條很經典 我想是一條很經典的推論的題目 首先第一件事 A圖看到什麼 B圖看到什麼 好了 然後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我的刺激素不再注射進去的話 FSH的變化是怎樣 到最後便可以推論到抑制這個功能 所以其實記住回答一些推斷的題目 逐點逐點慢慢回答 你一定回答到的 其實真的不是很難的題目 而去到最後就是一些很經典的題目 就是問你避孕丸 其實是給你一個事實 就是高劑量的刺激素和印童 問你那個避孕丸是刺激素的功能 第一件事就是 你根據你第一部分裡面的答案 其實刺激素就會抑制FSH的生長 產生的 好了 如果是抑制了FSH的產生的話 那四條激素的高高低低和卵巢和子宮內膜的那幅圖的變化 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卵巢裏面的卵拋不能夠成熟 不能夠成長 不能夠成長的話 去到後期就沒有成熟的卵巢 沒有成熟的卵巢就不能夠排卵了 而很多同學就回答這裏 記住如果你參考過去歷屆的題目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卵拋沒有發育沒有成長的話 最後通常都會包在後面 沒有成熟的卵巢 也沒有排卵的 所以其實這一條如果你要給我答E1的話 我真的會必答的 原因就是當我們讀這個人類的激素 升值的時候那個激素的時候 其實是問得很實際的東西 但問題還是要記住那個重點 那個重點就是什麼呢 那個重點就是首先第一件事 那四條的激素 那四條的激素 大家一定要掌握清楚上上落落的 第二件事 那個卵巢 以及子宮內膜的變化 大家就要好好掌握 所以忠觀而言 這條題目真是不難的 但是看清楚那個認識技巧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我打手 Bye Bye